嗨大家好,我是大熊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神话般的人,李小龙 看李小龙的电影很刺激也很惊险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李小龙的真实生活其实就跟他的电影一样 打架,被追杀,中枪 其实这些都真实的发生过 其实他早就已经不知道和死神交过多少次手了 1940年11月27日 李小龙出生在美国唐人街的东华医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李小龙其实是一位童星 出生只有三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出演了第一部电影《金门旅》 在以武打片出名之前 李小龙就已经参演过十几部的影视剧了 而李小龙功夫那么厉害 其实跟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爷爷在年轻的时候 就在广州当标诗闯荡江湖 然后他的父亲李海权就比较厉害了 在当时是著名的乐剧仇生 他的演出不但挥泻幽默 而且身手也非常不错 李小龙当时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出生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当时被邀请去美国 参加乐剧的演出 正好在这个期间 李小龙出生了 不过后来李小龙出生没多久 他们一家又回到了香港 和后来荧幕上的强壮体格不一样 李小龙小时候身体并不怎么好 所以他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 就开始教他练太极拳 强身健体 当然李小龙也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教导 当时香港非常流行古惑仔 从小习武的李小龙在高一的时候 就因为打架 旷课被学校开除了 转学后的李小龙依然很嚣张 没多久又跟人打了起来 但是这次去遭受了惨败 被人狠狠的教训了一顿 于是他为了找回面子 就拜了名师叶问为师傅 学习了永春拳 但是才练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觉得永春好像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就干脆不练了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再一次和街头混混打架的时候 他一个日志充全 就瞬间把对方给干倒了 所以赶紧他又跑回去 再坚持练习永春拳 而且在这个以后 李小龙没有一点收敛 甚至还惹了他当时不该惹的人 1959年 李小龙就被他的父母送到了美国恋书 为什么要突然从香港去美国恋书呢 原来李小龙因为喜欢在江湖上面暴打不平 得罪了黑社会 所以说当时还不到20岁的他 就已经被黑社会追杀了 而他的父母为了保护他 所以说把他送到了美国读书 最后他考入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主修戏剧 并且复修了哲学和心理学 所以说李小龙除了功夫 哲学方面也非常有造诣 比如说他说的最经典的那段话 照说来李小龙算是逃难逃到了美国 那这下就应该好好地老实一点了吧 结果没想到他又得罪了一堆人 李小龙到美国之后就一直想要推广中国武术 所以在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了一家正藩国术馆 但是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武术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拒绝教外国人念武术 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比较排斥华人 所以说为了治保肯定是不能够外传的 不过李小龙却不管这些他什么人都教 所以说后来很多人都来踢馆 当然都被他打败了 后来又不知道他又得罪了多少人 那根据美国一个互联网档案馆的记录 李小龙在美国就被江湖中人王骏开枪袭击 身中两弹 那还好当时这个人拿的是点二二小口径的手枪 那这种子弹他的杀伤力出了名的低 而且李小龙当时穿的是皮价克 也比较厚实 所以说当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但是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本来在好莱坞已经拍摄了清风霞 已经小有名气的李小龙就决定离开美国了 正好佳和电影的周恩怀又高薪请他回香港拍电影 所以说李小龙就回到了香港 那这次回来之后 李小龙就非常的小心了 当时李小龙已经和太太林达结婚 还有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孩子 那李小龙就特别要求 这两个孩子在没有人陪通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允许离开家半步的 而且他本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保镖 那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毕竟李小龙虽然武功再高 但是也怕菜刀 更别说子弹了 那回到香港拍武打片之后 李小龙才真的是一下子火了起来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1973年7月20日晚上11点 却突然传来了李小龙去世的消息 当时的李小龙一共才拍完了四部武打电影 这个在电影当中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壮 最健康的男人 怎么就突然死亡了呢 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 甚至还有报道说李小龙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在为他拍摄的第五部电影 死亡游戏做宣传肇事而已 但是接下来的确认报道之后 人们最后一点希望也马上破灭了 在李小龙死亡的当晚 佳和电影的老板周恩怀 是第一时间跟媒体透露李小龙死讯的 他当时说李小龙是死在家里面 而李小龙的太太则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但是在三天之后 香港的新报却发现不对劲了 按照周恩怀的说法 李小龙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出事的 但是为什么等到急救车 把李小龙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到了深夜了呢 然后这些香港的记者也非常的专业 后来他们居然想办法翻到了 医院救护车的出车记录了 结果就让他们大吃一惊 出车记录上面明确的写着 李小龙当时所在的地址 是笔架三道61号三楼二座 那这个地方根本不是李小龙的家庭地址 而是当空旅行丁佩的住宿 丁佩家事非常的显客 就业是赫赫有名的张学良 他的外公是军阀时期的 北平警察局的局长 他来当演员可以说纯束是个人爱好 钱不钱的其实根本就无所谓了 而且丁佩在电影当中走的是性感路线 性格也非常的耿直外向 所以说跟李小龙率直的性格非常搭配 两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虽然当时李小龙已经结婚了 但是面对这个神话一般的人物 丁佩还是选择做了李小龙的女朋友 后来周恩怀就解释说毕竟李小龙是当红巨星 实在丁佩的住宿肯定是不好听嘛 所以说才和李小龙的家人一起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听起来来确实大众也能够非常理解 但是丁佩就不一样了 毕竟李小龙是死在他的家里面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他是红年祸水 甚至当时很多人都猜测了 可能是丁佩害死了李小龙 那么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香港特地组建了死因延续法庭 他们做了非常深入的调查 然后后来丁佩也接收了采访 还原了当天的详细经过 在李小龙死亡当天的下午两点 周恩怀来到了李小龙的家里面 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死亡游戏的剧本 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 并且在下午4点左右来到了丁佩的住所 这次来到这里的主要内容 是想讨论丁佩在死亡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俩还约定晚上要一起 去凯越酒店的金田中餐厅 与澳大利亚著名演员佐治拉辛比见面 讨论他在这个片里面出演哪个角色 但是在半晚7点左右 李小龙就突然说他好像有点不舒服 有点头疼 于是丁佩就让李小龙服下了一片 自己经常吃的止痛药 并带李小龙去他的卧室休息 接着李小龙就让周恩怀先去凯越酒店 见佐治拉辛比 并表示自己先休息一会儿 接着就会赶去和他们会合 然后就在丁佩卧室的床上面睡下了 后来很多人就怀疑 可能丁佩给李小龙吃的止痛药 就导致了李小龙过敏 所以才死亡的 但是后来法医就特别把止痛药调过来看了 法医认为这种止痛药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造成人员死亡的 除非说李小龙对这种止痛药当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但是根据调查 李小龙也都30多岁了 也吃了不少药 并没有出现过特别的过敏史 所以说药物过敏这种说法 只能说或许有那个可能 但是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 后来李小龙在吃完止痛药 休息后不久 也就是晚上的8点 丁佩特别来到卧室看了一下李小龙的情况 他发现他睡得很沉 于是就没有叫醒他 接着又到了晚上的9点 丁佩再次去看李小龙 可是看他还没有睡醒 于是丁佩就开始有点慌张了 他打电话给周恩怀希望他立刻能过来 45分钟之后周恩怀再次来到丁佩家 他推了李小龙几下 而且还在他脸上拍了几下 结果发现 这个样都已经无法把李小龙弄醒了 那这下两个人就彻底慌了神了 接着晚上10点 丁佩的私人医生朱伯槐也赶了过来 这时候经过他的初步检查 发现李小龙已经深度昏迷 甚至连呼吸心跳脉搏都已经停止了 也就是说在当晚10点左右 李小龙可能已经死亡了 然后他们才打电话叫救护车 把李小龙转送到了伊丽莎白医院 在当晚10点37分 救护车赶到了丁佩的住所 救护员彭德生在做急救检查时就发现 和丁佩私人医生的检查结果一样 当时的李小龙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从理论上来说 可以认定李小龙当时已经死亡了 但是考虑到李小龙的身份特殊 所以说救护员依然给李小龙做了 人工呼吸和氧气急救 而且还用肾上腺素替李小龙做了一次心脏注射急救 当晚11点 救护车赶到了伊丽莎白医院 李小龙依然没有任何心跳 到医院之后急症室的当职医生 曾广兆又立即对李小龙实施了抢救 可是李小龙仍然没有心跳呼吸 而且瞳孔扩大 对强光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后来法医对李小龙尸体和丁佩 预所的检查结果也做了说明 他在检查李小龙尸体的时候 发现李小龙的左指前面 有一处切开输血或的痕迹 左胸处也有在急救过程当中 做心脏注射留下的针孔 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没有留下心境的伤痕和暴力的迹象 而丁佩的寓所也没有发现 打斗的痕迹和有毒的物品 所以说他们认定 李小龙没有遭到谋杀 而且法医还补充说 李小龙在死亡之前的几个月 就有在拍片现场昏迷的经历 那他觉得了 这个可能就是李小龙猝死的前兆 所以根据这些证据 法院给出了李小龙死因不明的初步裁定 但是毕竟是李小龙嘛 一个死因不明 这肯定不能让大众满意 于是调查继续 接下来就只能期待 李小龙的尸检报告 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 那他的血肝肾小肠结肠血液和胃的残留物 样本就被送到了香港当地的化验室 而且要为了更加有权威 另外的样本还送到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检查室分别检验 检验报告出来之后 除了李小龙大佬呈现中途的水肿以外 尸检报告最惹人注目的就是 法医在李小龙的体内 居然发现了大麻的存在 难道万人景仰的功夫巨星 居然是吸毒致死的吗 其实当时的李小龙虽然受万人景仰 可是丁沛和李小龙的妻子都表示 他也承受了常人不知道的巨大的压力 他确实有吸食大麻的放松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 后来尸检报告中也显示 李小龙体内所发现的大麻的含量确实很少 在胃里面只有0.5毫克 小肠里面也只有0.4毫克 而且在这个期间他一直都在拍电影 每天还要花七八个小时来锻炼 要是吸毒过量的话 肯定也不可能附和这么高的运动量 法医也都表示 这点分量的大麻也不可能是诱发李小龙 促使的主要原因 另外法医还指出 李小龙头部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也没有出现脑出血 而且血管也很通畅 没有什么梗塞的地方 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很正常 唯独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的大脑当中有中度的水肿 而且这个水肿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死亡前的半分钟 而且来势非常快 突然的水肿 但是法医表示 即使是这样程度的水肿 也不可能直接导人死亡 所以说这就奇怪了 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 就是突然暴毙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科学的解释 他到底是怎么死掉的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论证之后 警察也都无能为力了 只能够宣布李小龙死于非命 李小龙的死因在外人看起来可能看不懂 那么当时李小龙最亲近的人 对李小龙的死有什么理解呢 经常在李小龙身边的袁华就表示 李小龙为了训练 在他的私人练功房里面 有一部非常神秘的肌肉震荡机 就是通过电机来锻炼肌肉 做上10分钟就等于训练了200个小时 而丁佩则认为 李小龙本来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拍戏的时候又非常辛苦 可是这样的话 每天还要进行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言下自意就是 他们认为李小龙是因为长期的劳累 加上不够后果的训练方式 所以说后面击垮了他的身体 就像现在偶尔 新闻上看到的某某程序员 经常加班然后猝死 某某小伙在网吧连续通宵 然后导致猝死一样 他们认为李小龙也是这样 过度劳累而死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这样的结论 毕竟是李小龙 他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会猝死呢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其实还有很大的几率 是真实的原因 我就亲眼见证过这样的情况 之前在单位里面就有个20多岁的小姑娘 刚毕业实习不久 身体各方面都非常正常 上午他就说有一点小的感冒 本来就已经请好假了 而且领导也已经批准了 可是他又说自己好像可以坚持一下 所以说就继续上班了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到下午人就直接不醒了 送到医院就直接抢救无效 那天的话其实我也正好在医院 真的是把我给震撼到了 可以说是我李死亡最近的一天 好好的一个孩子说没有就没有了 猝死就是这么突然的发生 不过猝死也仅仅只是对李小龙知识的猜测 目前这依然是一个谜 不过还是提醒各位朋友们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 拼搏是好的 但是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身体健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大师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